- 發考就有 - 蛤? - 這是做什麼? - 下禮拜 - 下禮拜 - 誒? - 今天禮拜一 - 這裡禮拜三是嗎? - 這裡禮拜三是嗎? - 其實我不知道這裡分三是誰 - 蛤? - 他說禮拜三誒 - 她沒有很清楚在這裡 - 這裡禮拜三誒 - 可是好像是這裡 - 啊... - 附中祐 - 翻禮拜一 - 翻禮拜一不用買 - 哈哈 - 打步向之後永远都在失窮 - 鎖 - 但是怎麼回家還沒在處裡 - 使得越好冷 - 非常健康 Uhhh - 真的很好嗎? - 皮虎 有示威 - 袋子裡敢試嗎? - ノ - 這麼簡單 你是白色的 奇怪的別跟你同班 從沒看到你 我是同班 我是同班 你這是第八集 第八集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所以我們明明在同一間教室 就不知道我們在哪裡 不知道這道路 對耶 他塞了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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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只有發現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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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現在 是 現在 popped ہے 憋 小指 好 不要猜 誰還要下午 我會故意走 我想要把起床外套 沒有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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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個 手 Lou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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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外面這個電壓的改變出來 就是電壓大小 好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這個是一個理想基礎線 理想基礎線 理想基礎線上面有沒有電阻 沒有電阻 所以我的電扭油晶這些基礎線 如果又沒有電阻 那歐某定律跟我們講的是 這個雙巴仔的控制一樣 沒有電壓 還是短路咧 的確它是短路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短路 取決於我現在所量到的這個通量 這磁通量對時間也有變化 所以前面講的那個電容是說 它上面所儲存的電荷 對時間也有過電化 去決定這個電容 用雙端的電流池 這瞭解嗎 好 上 這個呢 觀念有點像 但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所看的是 我們現在講一個輸血函數的時候 我們要看說 哪些是輸入電數 就是你控制電力 哪些是你的輸出變數 我們現在針對這種電容來看的話 我可以這樣講 I 是你的輸入變數 V 是你的輸出變數 所以我是輸入 I 去量電壓 那只有一個條件 當我的輸入變數 I 不管大小 不管 I 是多大 如果 I 是固定值 就是如果它是長數的話 那你剛所想的短路那個條件是成立 所以電流只要是大小固定 它變壓 拿出來變壓 就是雷尼 那反過來 如果說 磁通量對時間有變化 這是一個簡單一次回分對不對 磁通量對時間如果有變化 的話在乘以我們說這個金屬繞圈的圈數 兩塊去乘的話 我們剛好得到這關心 所以亨利這個老先生 他講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沒事做這個實驗 這個短路線 我把它倒一倒 那我得到 兩邊去兩化 這個不會短路 它其實是有電壓的 但是條件是要能夠 能夠 能夠微分 所以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一項 我把它獨立起來 這一項 線圈數態越大 越多就強度越強對不對 電壓值變化就越大 那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一項 這個我們叫做 Magnetic Flows Magnetic Flows Magnetic 這個是磁啦 那OK 磁跟電 這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 場效應 那場效應很抽象嘛 因為磁場跟電場 都在你撥不到 但是我們充分在 都是在這個所謂很多 電場磁場的這個環境裡面 不管磁場或是電場 它是一種表示法 能量表示法 他們講的都是一個能量 跟各位所看到的光也是一樣 光是可見光 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某某某某場 那它假如是一個能量的一個表現 好 所以我現在所看到的是 這是對時間 Variant 對時變 時變時通量 那我們這個時變時通量 怎麼去定義 這方面算起來很簡單 對考試來講不會有太大負擔 不過我們在講這東西之前 我希望我們把這個觀念先弄懂 就是什麼是電感 它其實做的是這樣 我的線圈數 時通量的大小 乘以線圈數 等於某某東西叫L 乘以I 那左邊呢 這個是一個定義譜 不是這樣的 我先講這個定義 所以這個東西L 是被我撞到出來的 我是把我撞到的線圈數 乘以它們中間感應的這個時通量 得到的這個叫做總通量 一個Total Flux 那這個總通量 它會定義成某某L 是為常數 乘以上面通過的電流 叫做I 好 所以你們來看這裡 所以如果L是常數 L 如果L是常數 那你可以這樣講 我這個電流越大的話 電流越大的話 那我的通量就越怎樣 Fy就越大 那N是你今天拿金屬線的繞 所以你要到幾圈 你可以決定 你今天爽就繞一圈 你也可以到十圈 所以我今天如果時間太多 我把它到100圈的話呢 我如果要到100圈 我左邊這個N就是100 就是100啊 就是100啊 V100 所以我去承上我的通量 這個總數越怎樣 就越大了 那代表呢 我剛才我繞出來 這個是一個實體嘛 我們通常眼睛看到是實體 我眼睛看到是這個基礎線 所以我現在繞了這個基礎線 OK 你們去繞的時候 去工廠繞的時候 你繞越多 這個星球就越高 因為你繞越多的話 電感值就越大 所以我下看的時候 我就用繞圍的圈數來決定 你這樣可以多少錢 所以你繞越越多數 我這繞L尺呢 L尺就越大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你做電感的話 很簡單 你就回家拿一個金屬線 然後鉛筆拿起來 然後金屬這樣拉拉拉拉拉拉拉 這樣倒起來 這樣就是一個電感 那這個簡單電感 它的大小就取留於一件事而已 看到那個N沒有 就是圈數而已 所以我要繞了更多圈的話 一樣長度的鉛筆 一樣長度的這個鉛筆 你要繞越多區 它就是要繞密一點 繞密一點 不然你就有找那個鐵 那個金屬線 細一點的 可以多繞幾圈 慢慢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的L值 就是我們創造的 我們用達斯安基的東西 創造出來一個東西叫ND 這個L值呢就是 你的繞的鉛筆 除以你的電 那單位是Parent H 我們用H來表示 好 那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十遍的 這個變數帶進去看 我如果這邊等號 左側兩邊 我們要對時間做一次微分 N是金屬線的圈數都不會動 好 那左邊 電感是你不要繞出來電感的大小 那我知道的是這個電流呢 我去量它的變化值 所以呢這個時候 這個是各位底下 我雙關能道的感應出來的電壓值 電壓值就是我的電感值的大小 乘上我的輸入變數電流 對時間的一次微分 那各位要知道我要怎麼操作 我要操作這種東西的話呢 我的輸入變數呢 不再只是電流了 而是這一項的微分式 所以它兩邊量到的 這麼多金屬線道出來這些東西有沒有 這金屬線圈啊 你兩邊去量它的變壓值 不在於你通多少電流給它 只在於你的電流對時間的變化 大小值不是重點 是變化的快慢 所以你電流其實很小 但是我如果變化速度非常快的話 我可以創造一個很大的微分式 我如果創造微分式很大的話 我得到的電壓值相對就很大 那如果你的電流沒有變化 你在怎麼當 那你永遠都只是短路 它中間是功量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是簡單的表現 好 那我們依用這個簡單觀念 所以我們電流符號就這樣畫 好 我們就把它畫成 前面那個實驗對不對 就這樣 像線圈然後繞下來 那被動符號表示 所以I 向內 I 向內被動進去的話 這個符號要注意方向 如果它有正覆 我們進去的話這個電壓是這樣看的 了解嗎 然後電壓值是這個大小 它本身具有一個大小 這個叫L 就某某亨利 就這樣 那底I 我對這個I 去做一次時間為分 好 底I 倒過來 我會把這個稍微整理一下 這點V 出於L 對準T嘛 是不是這樣 那 兩邊給它做積分 雙邊積分 雙邊積分 我I 從我時間開始積 積到 時間點T 因為這個當然積分比較奇怪 我現在積分器也是做E 去積分 那我的積分是 是對應到電流去積 那右手邊的話 右手邊的話 電桿值 我們說是長數把它提出來 所以我這邊對電壓 電壓是變數 好像用小寫表示 是一個死變函數 那我對時間去積分 那一樣的道理 我積分的時候 我的上下 要一致 所以我們對應到 你這個積分的下標 從某某時間T0開始積 那你這邊也一樣 它的積分下標 從某某時間T0的電流開始積 小便要一致 所以我得到我的電流值 對時間積分 再加上初始條件 所以時間積分 再加上初始條件 那你們可以發現 其實我得到的 這個I 對時間的變化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從某某時間開始積 那要推論到 真正的開始的頭的話 就是從 復初大開始機 機到我們想要的某某時間 對套 對套的青春 加上我們的初始值 所以這個 我們也是我們的Bounding Condition 那當然這個意思是一樣 就是它全部取決於你的初始條件 但初始值你未必要設在負負窮大 你可以從某某時間開始 那前提是你必須要知道 我開始的時候那些瞬間 瞬間 瞬間 我這個電桿 上面的瞬間電流 所以這是電流 這是電流 所以我們記憶是記的嘛 記憶是記電流 了解嗎 剛剛電容器的話 它也是個記憶效應嘛對不對 它的瞬間記憶是記什麼 記電壓 一個是記電壓 一個記憶 這個記憶體是記電流 要知道 清楚了嗎 它們都是除能元件 因為這個磁容量其實就是一個能量 讓你清楚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一樣的方法 我們剛剛那個例子你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電容器 我給你電流讓你去做中方電 那我先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假設 我現在 給你這樣的十遍函數 看到那個電流 長像是這樣 然後呢 我現在做實驗 我要問各位 我現在看這個電流 對時間 我在右手邊那個電感器 我們要對它 給一個條件進來的話呢 好 假設 我現在量到上面電流是這樣 以致 它的電感值 0.1μh 這個μ代表值的負六之方 沒有問題 那我要請各位去量 一件事就是量 我的雙端的電壓 兩雙端電壓 要搞清楚 我們現在 講的東西是紫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紫 它壓住記憶體 對不對 它記什麼東西 剛電熱是 剛那個電容器是 原來有某某電壓存在 代表說我原來有某某的電熱存在 那這個的話是原來有某某的電流存在 所以我當我給你這個圖的時候 我就別那個初始值都給各位 好 所以這個假設是時間0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對世界有何變化 電感兩端要有電壓值 它的電流大小必須要有變化 所以我們取決於它什麼 變化值跟它斜率 所以如果呢 我給你的是那麼大 好 那你給個長處啦 如果今天它的電 有的變化值是一個正斜率 隨著時間的變化和變大的話 那我們的電壓值不算 我現在去比較 這個雙方的電壓值 你剛剛不是有講嗎 跟它的電流變化成正斜 所以L的話在我們這邊 就是它的電感器的這個電感值有沒有 這個電感值表示是這一顆 它有代表這個電感值在這裡 所以電感值越大的話 不管你是用線均越多 你會去做出來 你這個電感值越大的話 你這邊雙方感應的電壓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現在算起來是一個μ 這樣沒問題 我們一些科學記號啊 像比較常用的 μ是負 μ是負6四方 那再更小一點啊 然後這個nale是負9四方 或再更小的話 像我們一些電容值的單位 一般我們去電子零件啊 買那種小的那種陶瓷電容啊 那一個電容大概就幾個pico把它贏 那pico的話就是 單位主要是負12嘛 所以我們常看到反而是這些小的單位 那μ μ對電容來說的話已經很大了 一μ法拉已經很下來了 一μ法拉做起來已經很大一個了 一般我們不會到這麼大 我們一般如果以半導體製程來看的話 一個pico把它做已經很下來了 不要說一個m 那一個pico的單位是到 什麼的負12次吧 對不對 那各位也知道為什麼會那麼小嗎 因為農電常數 那個各位也知道那數量體是多大 8.85 耶 真空的農電常數 那個是-14次方 所以我們因為那些數量體轉出來之後 得到的這些單位其實相對都很小 都是很小的單位去看 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簡單應用 那能量的計算呢 它是儲能元件 能量怎麼算 Energy 公益積分就是能量嘛 換成交文 瓦特對時間積分就是交文 所以瓦特電壓電流 瞬間電壓電流相成 對時間做積分 對時間 假設我是對時間 這個主要稍微改良 對時間 那我們從大機到某個時間P 把它塵進去 I乘上B乘L 對電流的一次積分 有沒有 對它再積分 這個比較無改單位 好 好 這樣子 所以 這個底消 底消 底消消掉 我們就只要換成I I字記的話 從I的部門下 直到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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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然後I直上比I的器官 I的器官 這2分11次的I之方 就得到 2分11 E等L I 瞬間電流大小 很貴 它又是一個記憶體 它又是一個除能元件 所以呢 你這時候儲存能量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 它只跟瞬間電流 瞬間電流成平方向 有沒有 這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電容 對電壓的平方觀念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前面已經有某某電流了 我現在指揚它的 它儲存能量的大小 就跟它現在上面 所具有的電流大小 跟平方正比 所以你給它的電流越大的話 它儲存能量就越大 這樣說清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在電路應用上面 我們對它做一些串連 在這地方我們講一個觀念 那如果我今天對它串連 好 這樣 好 這樣 OK 那這邊有兩個 假設我這個電流流進來 那我去量這個雙端電壓 正負我這樣倒置起來 前面的一個電桿 我畫起來很像電子 但是它是一個線圈 一樣被動符號表示 所以我先用被動畫來看這個問題 被動 這邊是第一個V1 再進來的話 這第二個V2A 所以我現在把這兩個電壓 取 外部所得到的走電壓 走電壓是等於V1加上V2A 所以我把這個加起來 特別都一樣 因為它們要有反應電壓的話 就一個條件而已嘛 就取一次尾分 那因為電有事一樣 所以這個沒得彈 把它定 所以你的電感值 所感應的電壓的大小 跟你加的電感的顆數啊 是成正比的 因為你越串越多的話 一樣電流流過去 那因為電流是連續的嘛 但是它們電壓是會被加走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得到是 它電感越多的話呢 它的電感值就越大 那我現在就把它定起來 定起來的話呢 這個效果就其實有點類似嘛 因為我們講那個電流的電源有點像 不過它們都是一樣 電流必須要的 它們看起來電流相等 那遇年的話 當然你也知道 遇年的話就是兩邊電位要相等 電位差相等 所以我這個時候 好像把這個等效成 單一電感 好像這樣 像剛剛上面那個也是一樣 好像等效成 好單一電感 那既然等效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有看到了幾個條件 第一個 我留進去就有得到I 所以我這條件去 叫做I 然後雙端 這樣到電影叫做V 所以我這邊雙端 假設我把它牽起來 雙端喔 雙端圓件 電影叫做V 好 那因為它們是等效 因為它們是等效 所以呢 我們把他們的 第一個 我們得到的關係是這樣 這個雙端喔 這個 是併緣 對不對 所以我上面這邊如果是V1 下面這一顆 如果是V2 兩個是併緣 所以電位是相等 這個電位 各位知道 這是 電位大小是電感值 乘上電流的 有沒有 一次 一次微分 但是我們這裡要小心喔 因為電流到底不太一樣 所以我再把它做 做分流 所以我這個電流進來是 這邊叫做I1 這邊叫做I2 把一個總電流進來 要分成上跟下 所以我電流的做法 跟電壓做法 我把它分開來看 那這個呢 這是I1 I1 變化 這個呢 是I2的變化 那也會等於什麼I 等於我 這是等效 等效為 我右手邊 我看到這一顆 我直接用等效分類在說一個事情 所以既然等效的話 好 那我們等效就是 總電流 對時間的 不是 微分嗎 對不對 那 再來 我們這邊呢 電流進來 這邊有一個 一個節點 對不對 一個節點 所以我的KCL 告訴我是 我的總電流是兩個總分 那這個時候呢 那你就知道啦 那你就知道 我們的底I 底T 這個套路邊 做一次微分 會等於什麼 我個別的 微分的總分 那個別的微分總和 這只是簡單代數 我現在這邊看到的是 底I 底I1 底T嘛 所以我底I1 底T 我把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我得到這個是等多少 就是B除以LT 那這個個別的總和 就是電壓裏面 電壓裏面是外部的 外部的 外部就有B 好 這是代數 所以我們代數 知道就是說 你在病的時候 因為分點的關係 所以你的效果 跟我們的變總的 其實是很像 我們剛剛所講的就是 就是在講一些 處理他的一些電壓 或是電鈕對時間 他們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講那麼多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今天講完這件事情 你知道 OK 電容病點串點 就是跟電組合的 算數病點 是一樣 超少不好 那電壓的串病點 跟電組串病點的關係 又是一樣的 很了解嗎 所以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除了剛剛講的那些 對時間的變化值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處理 我們一個電路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 什麼的事情 到底我們現在想要看 這些東西 算是電壓或電鈕 對時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第一個條件 我先把這個 這個名詞的定義先講進去 因為後面還會講什麼 其實很像 會討論 真的 看的了這個字啊 DC DC本身指的是跟時間無關 跟時間無關 第二個我們叫穩泰 它既然又跟時間無關 又是穩泰 代表說我們現在所看的是在一個電路上面 我假設這個電路已經不再有變化 這個我現在看跟時間無關都是一樣 都不再有變化 那情況下 這個電路怎麼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個例子 我隨意取個例子 就要對我的電路上 就是這樣 OK 這樣子了 我先去打開 我先去打開 吃飽 我就再去打開 這樣子 我先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在這個上面有看到三個分枝 相對於電壓圓在外面 在這裏這邊 我要求 這個題目要先講好 有三個分枝的電流大小 我們把它叫做I1、I2跟I3 依它的位置來分 這個呢 只要你求呢 直輸紋鈦 直輸紋鈦呢 怎麼算 我們先思考一下 在我們的直輸紋鈦的時候 以DC-State-State 所以直輸紋鈦是這樣 對於電容來看 電容呢 我們是說 它的電流值是 我的電容值乘上 電容兩邊對時間的 電壓對時間的變化 對 那既然叫做State-State 所以呢 我這邊呢 這個 這邊有一個分枝 它叫DC-State-State 電感的話 我的算法是 我是量它的雙端跨漾 那它是用電容器的大小值 看幾顆粒 去乘上電流對時間變化 好 那一樣的觀念 我電容值乎的那個 常數 對時間變化 它叫DC-State-State 對於是一樣 馬射為0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 電流值是等於0 所以這邊就是open 電壓值等於0 所以DC-State-State 這就是short 所以一個是open 一個是short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 這個open 這個short 那我們就把這個 電路改一下 這邊就open 那這兩邊呢 short short ok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 這樣的時候這個電路 第一個i1 多少 i1當然就沒有了 所以第一件事我好像知道 i1就沒有了 i1就沒有了 那等效電路我們向右邊看過去 我現在向右邊看過去 我取得rt 對嗎 那後面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前面 再多加第二章就有交 好 這個rt 就是 1跟2的bing 所以這可以 8分之3 那i2呢 i2的話 i2的話 你這邊的電流的大小 這個分支的電流就是 我們要看的是 因為這邊是總電 總電主你就知道 所以總電主知道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向外 向外的這個電流就知道 那這個電流流過來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kCO 所以我就可以分流 兩個去分流 所以你就用分流來算比較好 所以第一個 是12 12是外架的電壓源 除以rt 在乘下 後面兩個分流 所以一個是2歐姆 一個是1歐姆 一個是1歐姆 對不對 所以分流跟他的電主告成導數 上面還有串一個 那 i3的話 一樣 總電流 乘上分流 這個 二文之上 OK 這個算一下 電子電路的分流 這邊有問題 為什麼可以電容 open 電感當 sho 那 這個 也不是我們把它當什麼 這個整體是說 你的電容器 你給他的外加的條件是什麼 那當我們電容器 你給他外加的條件是什麼 電壓值的條件是 這個電壓如果是固定的話 一個電容器 我兩邊外加 如果電位是固定的話 它電容上面的電荷數會有變化嗎 它除了電荷數 電荷數不會有變化 那電荷數不會有變化 所以這個上面自然就變成 出了open 上面這個就被open掉 它上面不能有電流 它會滿足我剛剛講的條件 那電荷不會有變化 所以這個i1就可以直接拿掉 自己說電感一樣有道理 電感的線圈數是金屬巨道 那你這個金屬巨道的時候 上面如果是直流穩泰 我在這個金屬線圈上面的電流大小是固定的 那電流大小不變的話 它磁通量就不會變了 那磁通量不會變的話 就跟各位所看到的金屬線 如果上面沒有電阻固定電流的話 那電壓 電流成為電阻 電阻是等於零 你在怎麼承 兩邊的core壓帶還是等於零 所以如果你基礎線繞出來的是電感 那是上面的電流如果沒有變化的話 其實電感也是一個短度的一個電路 很了解嗎? 這只是這個器具被我們拿來使用的時候 它所呈現出來它的電壓電流的時間關係 所以電感這樣很短度啊 電感就變短度了 它短度的原因是因為它磁通量不到電壓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都是一個理想圖號 我們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這些條件都是指說 我給你這些電壓 我給你這些電流 然後他們對時間有變化的話 我去量他們磁通的電壓或電污 那在我們實際製作上 其實我們要考量一些因素 實際製作的上面 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實際上 這個真正的電容在 我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理想上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在我們的製作上面叫Ideal 實際製作上面 有一點問題 我們的電容器 在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剛剛我給大家看了 你的電容器 如果是這樣 中間夾電子 這樣去製作的話 剛剛老師跟你講要做小了耶 那做了小的話 我不希望這兩個電容的金屬片太大片的話 我能選的就是要把怎樣 我有兩個變數可以變 第一個是我這兩個金屬中間夾的那一層 而且叫絕緣層 所謂絕緣層的界子的大小 就是界線長數的大小 所以你這個界線長數 如果我們使用最常的界線的大數字 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K字也差不多3.9 對真空 那我們現在可以用一些比較高界線長數的 像氧化鋁 氧化鋁各位想想看 氧化鋁是L2 三個氧 你去算那個正負 然後算一下 絕緣層裡面加 絕緣層裡面二氧化系 你大概同理 他是絕緣層 就玻璃嘛 那我如果氧化物裡面加鋁 鋁式金屬離子 如果你加進去 這時候做你 他完成一件事情 他會把你的界線長數把它提上來 提到整個界線長20左右 而且就比3.9的二氧化系數還高 高了大概是六七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K字提高 那K字提高一樣的電機 我做出來C字就比較大 所以你要做大電筒的話 就是把這個K字弄大一點 但自然界線很奇怪 什麼東西都一提兩面 他有好處就有一些缺點 你這些高界線長數的東西 通常他的我們所謂能氣 就是他抗電壓能力會變差 你這種這種東西拿去高電壓 高壓電 你說可能你用塑膠東西去碰高壓電 一樣會導電嗎 那他會導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中間的那個能氣就是去阻擋電子流動的能量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它會形成漏電 所以你尋求高電壓長數的同時 你會讓它形成漏電 好 第二種做法 一樣的道理 我如果一樣用一樣的材料 一樣的材料 我希望C字比較大的話 各位老師又跟你們講 因為要成本考量 成本考量 那我要C字大的話 又要面積不要變太大 那我就把兩個金屎片怎麼樣 靠近一點 電容值跟距離剛好都乘反比 而國小那一招又有用 所以跟你的金屬片跟距離乘反比 那更好啊 我可以做更薄 空間介質還可以更少 我的半導體製成的時間還可以更少 聽起來是很不錯對不對 覺原體是我們自己在講 覺原體沒有真正覺原體 正空中一樣會導電還覺原成 所以它比較會漏電 所以其實會有final的漏電流 會經過這樣的一個電子 所以我畫了這樣的一個電腦器 事實上它會有部分的電阻在這邊 這邊呢 又另外開了一個空道 這個電流呢 它會漏電 這個是漏電 所以漏電 漏電 不是我們要的喔 所以理想電容器 所有電容符號都應該這樣化 唯一差別是 你做起來電容 這個R值 在ideal的情況下 這個R會趨近五種大 就是說我這個電容呢 它不會有這種漏電 但是我們知道不一定有的 而且幫你製程 如果要做小做快 所以它就是會有漏電 所以它這個漏電呢 會有我們的現象 但第一個會選到我們的電源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個 external 這邊喔 外面這個 你所改靈到的這個電位啊 其實都可以掉下 會有一下下 就是得到一個結合 internal 的內致 內致 conductance 電腦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界電層喔 界電層 它一樣的道理 如果拿來想我們的電感的話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界電層喔 界電層 界電層 它一樣的道理 如果拿來想我們的電感的話呢 我可以畫一個比較實際的電感 應該是這樣 實際的電感 本來是這樣咧 那 ID有喔 這是 ID有 那這個電感值呢 應該這樣畫 它是一個L 配上一個R 經過你實際製程 所做出來的電感呢 它會帶有類型 那因為金屬呢 金屬線 除非是理想導體 那當然因為也沒有理想導體啊 你用黃金做的 還不是理想導體 所以呢 這個法詞呢 我們線圈喔 因為這個coyle coyle 這個金屬線圈 上面的主線 那不管是 這個 或是 這個 或是 這個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最大問題 倒不是漏變喔 倒不是漏變 有那些問題 這個傢伙 跟 這個傢伙 還有跟這些 聊的時間 最大差別是 他們都會怎樣 都會 我們所謂的 善意這些功能 都會善意 一些 small power 有些小的功率 會被這些外在的 外在的這些東西呢 沒錯 沒錯 你那樣 代替 消耗兩個 OK 這是 實際製作上的一些 面臨到一些問題 但 理想上的做法 應該是 要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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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做的是 把 馬子 坐下 這個人不能把 馬子 坐上 OK 好 謝謝 來自然 2 1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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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9 9 6 8